进口吞利剑 万毛穿深 这些惊心动魄的魔术 究竟用了什么障眼法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八种魔术背后的惊天骗局 这是一个惊悚刺激的魔术 小助手躺进一个长方形木箱 然后盖上箱子 魔术是用锯子将箱子从中间锯断 再用挡板将木箱分隔开 诡异的是 小助手竟然没事 身体还在不停晃动 其实这个魔术的奥秘就隐藏在箱子里 他们事先在箱子里藏好另一名小助手 当小助手躺进箱子时 事先藏好的小助手就将双腿伸出 当锯子锯断木箱后 就会造成小助手被锯成两半的假象 虽然看似惊险 实则非常安全 这是一个能让你肾上腺素狂飙的魔术 小助手进入到纸箱 然后魔术师用八柄长矛 从各个角度刺穿箱子 为了让魔术看起来更加惊险刺激 最后还用一柄长矛 从纸箱上方贯穿箱子底部 此时此刻 可能所有观众都在猜测 小助手是不是已经领了盒饭 然而 当魔术师将所有长矛取出 小助手竟然豪化无损地站了起来 其实这个魔术的奥秘 就是在纸箱底部安装了两个防护甲板 小助手躲到甲板下方 当长矛刺入 就会被倾斜的甲板弹开而改变方向 同时小助手还会穿上防护铠甲 以防止意外发生 当长矛从上方刺入时 小助手就会转过身子 用手挪动长矛 让长矛从空隙处穿过箱子 以避免插到自己 表演结束后 他们还会将纸箱打开 都不陌生 魔术师当着众人 将一把50公分长的箭缓缓吞下 然后再安然无恙地拿出来 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真的具有超能力 肠胃不具刀剑呢 其实这只是一个障眼法 魔术师所用的剑非常柔软 跟小时候玩耍的卷尺差不多 看似坚硬 实则一用力就会卷缩起来 当魔术师口吞长剑时 剑身会在嘴里弯曲卷缩 根本就没有进入肠道 所以你认为很牛掰的魔术 都是精心设计的障眼法 大家看看就好 切勿魔法